中文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單元 4 運用 STT 回答問題 在之前的單元 我們了解了 STT 是什麼 怎樣將口語轉為書面語 以及當電腦出不了目標字詞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 現在我們嘗試應用之前學的東西回答問題 看看回答問題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 題目是描述圖中顯示的趨勢 這裡有四個答案 我們一起看看哪個答案好些 第一個答案用了書面語 內容合理 但就不是完整的句子了 第二個答案用了完整的句子 書面語 內容也合理 第三個答案 內容合理 但就不是完整的句子 也沒有用書面語 最後這個答案雖然用了完整的句子和書面語 但內容就不合理了 總括來說 我們答問題的時候 除了要用完整句子 書面語 當然答案也要合理才行 用書面語去組織完整句子答問題 我們可以運用以下的技巧 好 重複題目用字 在適當的位置加入答案 在適當的位置加入答案 然後將自己想出來的答案 憑背壓力 加入適當的位置 當答案多於一個要點 例如需要就各個原因延伸解說的時候 如果我們運用標示語去組織答案就會較為清晰 雖然標示語本身沒有包含答案內容 但就有提示的作用 有助我們去組織答案 以下這些就是常用的標示語 例如用來標示原因 我們可以用因為 由於 原因是這些標示語 如果我們想加一個想法 我們可以用另外 另一方面等等 憑背壓力和潮流文化 可能促使青年人參與電競活動 可能是可接受的短答案 答案內的 可能促使青年人參與電競活動 是重複題目用字 而憑背壓力和潮流文化 就是自己想出來的答案 將它們加入適當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題目要求解說詳細 用標示語去組織答案就會較為清晰 例如 先回答憑背壓力 可能促使青年人參與電競活動 然後加上解說 然後用標示語另一方面去引入第二個要點 現在看看第二個例子 問題是 你認為政府優化職業教育後 香港青年的快樂指數會否有所提升 我們一起看一個答案 讀書等 七月娘入門版後 日 afterward 無 seventh 的想物 位 Catholics 龍curans 拜登作课 看兩姐 老名五月 二月兒白日 荒不睡 again 問題是六今年 停止 整理 EyesDELEFT 整理 琴秋 Såt barrier 那你的意思是練為尾 要出其他功能 並所有為頑基的 看完这两个例子 相信各位同学都掌握到回应题目的技巧 最后同学在答问题的时候 记得要用完整句子 书面语和内容一定要合理 而我们可以运用这几个技巧 帮我们去回应题目 今次的课堂就到这里 各位同学要多些练习运用STT回答问题 拜拜